第十五年 第十五年 不用跟他说 打不头 跟这有人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不救你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作为你们的朋友 我们都觉得丢脸 什么都没了就跳 那你到山里去看看 看看屏幕户 看看穷人怎么生活 他们也什么都没有 按你这么说 他们都该死 你比他们强太多了 没考上大学 公司被骗了 男朋友又骗你 又如何呢 按照你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人都该死 都不应该活上 在我们眼里 你就是胆小懦弱的自私鬼 去死吧 跳吧 李翘 我告诉你 你没资格死 因为你还有妈妈 你知道你对她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你意味着希望 希望 我不想 身体发福受制父母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 你没全力死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如你的 她们没有妈妈 她们野兮吗 有一个人可以说她们 打她们 骂她们 可是 她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有 但是你不珍惜 你孝敬过你母亲吗 你担心过她吗 你担心过她吗 你考虑过你自家之后 她怎么办吗 你太自私了 很多人羡慕你 很多人不如你 但是她们还活着 勇敢地活着 好 你想死 我们看着你跳下去 你放心 你的妈妈我来生活 跳 让你妈妈一个人心疼你老去死去 我相信她不会原谅你的 你什么事 你这么伤心 有一些三十百四十四十三十四十万 你kah我 恥过去 你还是开心 公安局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公安局我去打听了 他们现在呢还是没有线索 因为不能确定这个黄志勇是哪里人 所以不能缩小侦察犯 只能等他再次谋头 听黄志勇的口音 我倒是觉得 就像宁海附近的人 警察说得对 光凭口音 你无法确定范围啊 也是啊 我跟阿扎他们商量了一下 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 咱们可以接住网络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 李翘被骗的经过都写下来 发到网上 和各大公众账号 包括朋友圈 论坛都可以 这样一推送的话 一传实实传百 很快大家都知道黄志勇是骗子了 只要他一露头 我们就有线索了 这个办法好啊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真的可以试一试 可是这个黄志勇也经常上网啊 咱们这么大规模的推送 他要是看到了怎么办 咱不怕呀 让他看 我可以让他看不懂 看不懂 对呀 咱们可以写遗文呢 你想啊 那么多的遗文网站 而且咱们这儿有两百多万遗族人 这个传播力量很大的 只要黄志勇一露头 我们马上可以抓他 这是个好主意 咱们马上写文章 连意推送 好 我来安排 木板 今天的事 谢谢你啊 没事 葛萱 你 你看是不是这个人 不是 这个呢 这也不是 那他到底长什么样啊 他们就给我 发过来这么两张照片呀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没有见过 没有 那麻烦你们 如果见到他 跟村委婚事为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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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师傅 你 来看看 谢谢 不是 找的应该在 在休息一会 好 好 我再找找 来 乔乔 你进城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我得回书吧一趟 房东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小岁也在给我打 有点担心 你答应我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得告诉我 别瞒着我 王主角 真没想到 总算赶上交货期了 我们机器厂的职工啊 那是没日没夜地干 就怕耽误了工期 功夫不负有心人 祝贺你们古墨村 谢谢 孙经理 我们可不可以拍个照片 我们带来了记者 好呀 来 来 阿姨见吧 来 好 是 跟你商量件事 说 李翘的书八呢 现在面临着资金的问题 非常困难 我想 想请你帮她想想办法 渡过难关 好 书记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敲 是我仔细观察过她这个书八 根据我的观察 她肯定经营得不好 收入和支出 能打个平手就不错了 现在网上销售多快 网上书成 以前开业多少家 都不用你我去统计了 这样的西洋产业 迟早是要淘汰的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好好劝劝李翘 别抱着那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快放手 尽快转型 这才是止损的最好方式 你们来了 怎么样啊你们的事办的 很顺利 很顺利 已经把样品 全部交给孙经理了 孙经理也说了 最往后天 会把货款打给我们 祝贺你们啊 有一半功劳在你身上 书八现在情况怎么样 房租水电 人员工资 还有这些出版商 供货商的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 乔乔 我跟史部的建议呢 希望你尽快把这个书八 都要关掉吧 换个思路 重新创业 你看这样好不好 跟我上山创业去 上山我能干什么呀 现在建设乡村有很多机遇啊 发展现代农业 又是国家的朝阳产业 你只要肯迈出这一步 一定有好的结果 朝阳产业 我们上山参与组织农业生产 懂吗 你是说种地啊 不单单是种地 应该叫 现代农业公司 我现在脑子有点蒙 我没太听明白 你坐这儿 我慢慢跟你说吧 坐这儿 来 我跟你好好讲讲 黄书记 你怎么下山来了 找到黄志勇了 在哪儿啊 你看一下 这是图片 是他 是黄志勇 这照片在哪儿拍的 在宁海市 昨天公安局破获了一起 已给孩子们捐钱为由的 诈骗团伙 这张照片 是一个遗族老乡发给我的 这些人表面上 是给孩子捐钱 实际上背地里 又把钱收回来 以这个为幌子 到处诈骗 警察抓到他了吗 没有 公安局的人 抓了三个犯罪嫌疑人 都是参与诈骗的 但是没有黄志勇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 谷克德乡 那个老乡帮我查了一下 他说这个黄志勇 很有可能就在 八普县的一个宾馆 走吧 去找黄志勇去 走 老展 人呢 还在这儿 木合在上头盯着他 那他才现在登记的名字 就是李建生 好 这样 你陪着翘翘 别上去了 不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好吧 阿扎 报警 抓人 走 上去 走 走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你小点声音 你哪知道 最里边的我 好 等等 他那个房间有没有漏台 或者什么的 通道 没有应该没有 没有 走 带我去 谁呀 老爷 来 放开我 李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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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是你讲的这样 最多人误会 李翘 你这个骗子 李翘 李翘真的不是你讲的那样 你听我说 李翘 你闭嘴 你那些话留着跟警察解释吧 有什么事 木大 来 今天的事 谢谢你们 干吗那么客气啊 这都是应该做的 我们遗族人讲究的是感恩 你帮了我们那么多 都是应该做的 行了 既然抓住了黄志勇 剩下的呀 就交给警察来处理吧 咱们回谷孙 好 我们开车去 对吧 走了 你 你的意思是 我跟你们一起回谷孙的村 当然了 不是说好了 上山穿业的吗 走吧 那小李开门我孙就冲进去了 他还想跑 我光就给他十万一那儿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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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事咱们不提了啊 这样 我来说两句啊 咱们今天主要是 要感谢咱们这两位尊贵的客人 李翘和海来使用 好 好 来 鼓一下 我俩 我俩 咱们主要是 我们尊贵的客人 也是我们的贵人 是咱们古墨村的贵人 现在又是咱们棋棋场的股东 对 我们代表古墨村 敬他们二位 好 好 同时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古墨村 大显身手 大展宏图 好不好 好 来 咱们一起 喝一个 直动 直动 坐 坐 我今天也想说两句 说 我真的特别 特别激动 我特别感谢你们 杨雅我 首先我要谢谢你 这事出了那么长时间 一直是你在我身边鼓励我 支持我 谢谢 我也要谢谢你们 为了我这个事 你们发动了古墨村的 所有的乡亲们 帮我在网上 找这个骗子黄志勇 今天你们几月 还帮我亲自抓住了他 我谢谢你们 我敬你们 我喝 我喝你们都不用喝 我一个人喝 那哪能行 那我先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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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一件事啊 我保证 只要我的钱追回来 我一定要投资古墨村 我要参与到古墨村的建设里来 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这个必须得喝呀 谢谢 直动 直动 好 王叔弟 王叔弟 莫卡 出事了 怎么了 的 工艺品商店打来电话 说 通过检验 我们那笔漆器 不符合标准 他们要求退货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这 孙经理 您先别急啊 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尽快地调查清楚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再见 怎么样 说我们的漆器 使用的黑色底漆有问题 已经出现了开裂的现象 而且意味非常大 他们找人检测了一下 发现甲醛严重超标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那个姓正的 把他们给害了 这祸可是从他们那儿进的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万万没想当初老众的 火上出问题 你让这起面都别着急啊 明天一早就下山 找这个琵琶厂老郑去 明天啊 我也赶到供应品商店去 把这些事情当面问清楚 在里面 我开呢 我来自开门 你一直在进的 热口 妈 我来自是 我来自我 我來自我 那么 我来自我 咱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也许没她说的那么严重 万一能补救呢 我觉得 今天还是能缓住这批厅班 要不棋机场的损失太大了 我现在担心的呀 不光是这批礼品的问题 而是跟这批礼品 同时生产的一大批产品 都通过邮购的方式卖出去了 这才是最困难的事 而且我找的记者 已经把古墨村 给欧洲代表团提供礼品的事 报道出去了 这么一折腾 肯定受负面影响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 老丈 老丈 日村兄弟 老丈 咱们认识二十年了吧 对对对 我很照顾你的生意 可你不能害我呀 日村兄弟 你这是说什么的 我怎么害你了 上个月 古墨村栖栖厂 有个叫乌合的小伙子 在你这儿进的货 底气出问题了 人家要求退货 说底气质量不合格 贾全严重超标 上个月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啊 这有收据呀 你看看 一万三千九百五 是你收的吧 日村兄弟啊 这收据啊 根本就不是我开的 这笔生意啊 也不是我做的 要不 你回去问仔细再说好吧 不是你做的 那个叫什么乌合的 我也根本就没见过 这笔漆漆的黑色底气 出现了严重的厉害 这绝对不应该 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 我们的质检员 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 我们请质量监督局的同志 帮我们做了检测 这笔黑色底气 属于伪劣产品 甲犬也严重超标 这是检测报告 孙经理 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们重新制作一批 替换掉这批 有问题的齐齐 现在欧洲代表团 已经到了国内 北京 上海 成都走一遍 不过十五天时间 齐齐的生产周期 我相信在船部各位都知道 没有十五天 绝对不可能完成 你们怎么可能用最快时间 重新生产一批 这么说 我们失去这次机会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吃一千长一致 你们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你这肯定有事啊 不然就你还能往出上酒 来 喝一杯 说说吧 方长 你说 是个人犯了错误之后 是应该藏起来不漏呢 还是 尽早说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吧 这得分什么错误 有些错误可以瞒 但是有些错误 那不能瞒 越瞒越容易出坏事 你就说我吧 上次给嘎嘎膜家那小儿子 吃错药了 我当时就告诉他 告诉他之后 我们立马去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说 没事 吃错的药是维生素C 你看看纠正的多几时啊 行行行 我跟你说我的事呢 你跟我扯什么嘎嘎膜 我那不是打个比方吗 那你接着说你的事 我上次给七七长进货 日测大叔告诉我去找 批发上老郑 可我去找他的时候 感觉他不在 我碰上阿牛了 就是以前跟着海来使不混的 那个跟班小弟 我知道呢 他现在也做批发生意 他特别热情地 请我去吃了顿饭 我摸不开面子 就从他那儿进来火 这没什么呀 货比三家那不很正常吗 那除了老郑 别人家咱还不进货了 这没事 有事 刚才市里工艺品商店来电话了 说要送给 欧洲贸易代表团的那批七七 出现了问题 黑底七出问题了 你赶紧走吧 这个事我就当没听说过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太吓人了 那几十号人忙活将近一个月 就为了赶制这批礼品 这要是黑底七出了问题 你是说那黑底七 就是你从阿牛那儿进的火吧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我跟你说 不敢知道这个事 非跟你翻脸不可 你干什么事 怎么不动动脑子呀 我不是 阿牛请我吃了顿烧烤 我摸不开面子 就一顿烧烤就把你收买了 你有面子了 你把大家害了 你知道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劳动 我们的辛苦全白费了 我太相信人了 是我的错 我毁了这批产品 日色长省 您先别自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乌合 乌合没有按照我说的 在正规渠道进货 问题就出在这 我真该死 我为什么没有跟着他 一块去进货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出这种事啊 您先别着急 您从哪儿了解到这些的 我今天去市场找老郑了 我以为是老郑 在这批货上做了手脚 我把收据给老郑看了之后 他告诉我说 这批货 根本就不是从他那儿进的 因为现在 底气跟石化气的力量很高 一些不法商贩 就昧着良心制造 假冒伪劣产品 没想到 让我们给赶上了 你看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 你倒是去是不去啊 我不去 你不 你不去 这事就能过去啊 你以为你不去 那日子大书莫卡 往美书去 还有咱古墨村那几百号 都能放过你吗 不可能 我劝你 越早承认错不越好 莫卡会骂死我的 哎呀 我 你怎么就总不开窍呢 他骂就骂呗 骂有什么了不起的 骂又不疼 他谁也骂热腾随便骂 你就听着就完了 他就是打你 你都别动手 那谁让咱犯错了呢 谁让咱给债子带了损失呢 都是相里相亲的 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啊 哎呀你快点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吴河 起来跟我走 上哪儿去啊 你别在这儿装傻了 油漆的事现在全寨子都知道了 快走 你给我快走啊你 你人都丢尽了 你走 有有有 轻点一个嘛 你 沐岗 我带着沐河向你们认错来了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说呀 快说 你可急死我了 我替他说 他拿着日色大叔的钱 进城找老郑进货 结果老郑当天没在 他正犹豫回来的时候 就碰着 使不原来的跟班阿牛 结果阿牛就请他吃烧烤 一会儿一边吃烧烤 一边央求 把这单生意交给他做 他没没干面子 就答应阿牛了 你找阿牛进货 他就是个混混 你怎么能信他呢 拿了我公司的钱 让我给开除了 你 你倒是问问我呀 他请我吃饭 还跟我说能给我市场最低价 我就没门磕面 再说别的 后来呢 后来 他带我去了一家铺面 在那儿货都被齐了 我们就开始交易 我清点了一下数目都对 就拉回了村子 谁想到 谁想到 谁想到出了这么大事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拿好处了 没有 天地良心 我一分钱回扣都没拿 我真的是想 为村子里做点好事 我只是吃了阿牛请我的那顿烧烤 吴贺 你千万别求气啊 不是 吴贺 你消消气 消消气 你消消气 吴贺 就为了吃人家一顿烧烤 就到不法商贩那儿去 进假冒围裂产品 你知道那是什么呢 那是咱们七七厂的生产原料啊 你看这个盘子 已经开裂了 贾全严重超标 这不应该是咱们七七厂 做出来的产品哪 为了这批七七 吴贺师傅 是没日没夜地干的 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困了就靠在床上睡一会儿 你看看他的手 已经变形了 那是被挤起磨的 颜料泡 还有肠子那里那些学徒 为了这批七七一样的拼命 可到头来换来了什么 全是废品哪 日子大叔您别说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错了 有些错可以原谅 有些错是不能原谅的 你为了吃一顿烧烤 你毁了大家一个多月的辛苦 你毁了齐齐厂的名义 你毁灭了古墓村 这全斗工艺的千度啊 孩嗓 你要套 车 你кая이스 你え Stretchіть 快快快快快快 匹姚 千万别生气 你道理都跟他说了吧 你还生什么气呀 拿着 回去想想 如果想过明白 咱们兄弟缘分 就到这儿了 你干什么去呀 你拿刀干嘛呀 你干什么去呀 你不要吓唬我 你干嘛去呀你 放手 放开 我不放开 一会儿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我是搞砸了 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必须去找一个人 你去找谁呀你 阿牛 如果到了今天晚上我还没回来 你告诉穆嘎王首席给派出所打电话 去找我的尸体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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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我早就跟穆嘎说过 骑机场的人事权不能自己决定 他就是不听啊 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王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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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要说什么事了 他跟我说呀 吴河带着到进城找阿牛拼命去了 这是要出事了 什么时候走的 估计也就 十分钟 王四 阿牛 说 来 查页 走 这可是上好的 怎么样 这个好东西 阿牛啊 站住 让开 你站住 你站住 真不是我干哪 钱全被老四给挣走了 我就挣了个中间的佣金 挣了多少钱 三 三 三千块 三千块钱 你 你差点毁了我们兔子 你打出咱们活 三千块 吴河 郭桥 快 你知道吗 你这不请了一些轮角犯罪的 阿牛 长本事了啊 学会害人了 你这样你给我找了多少货 哥 你打我 你骂我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那么严重 我 我 我牵了一屁股抖着我没地方还 哥 哥 我真没想到会把拱动车还那么惨 别说这些了 你说说 谁给你够货的 老四 杂货不一条街的老四 货都是他出的 阿长 你现在马上给公商城管执法站打个电话 举报这个老四 货卖假货伪迹商品 叫他们派人把货物给查扣了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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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什么好 走吧 回古毛村 走 红州贸易代表团这批七七 本来价值十二万 现在连工代料打了水漂 搞不好还得赔十万 这些钱我来补吧 黄志勇的事 警察帮我追回来一百二十万 我可以投一部分钱在七七厂 这是我原来答应好的 我建议你啊 先别动 先把你的书八后续的工作 先处理好 等我们七七厂有顺了之后 你再考虑投资吧 我同意王书记说的 你这个时候进了钱说不清楚 刚才我还忘了说了 不光欧洲贸易代表团的礼物 咱们还通过网络卖出去 将近十万块钱的货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批货杂争 卖都卖出去了 还能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要追回来 网络销售的就通过网络渠道 追回退款 零售渠道的呢 我们通过报纸打广告 让顾客们寄回来 有非我们自己承担 等会儿 等会儿 要登报 这又不同意啊 你这不等于告诉所有人 我们古墨村七七厂的产品 有问题吗 这谁还买咱东西啊 就算明天机器厂倒闭了 我们也要勇敢地承认这个错误 这是经商之道 也是为人之道 一个不敢承认错误的企业 是没有前途的 而且这也关系到 古墨村企业的信誉 不管怎么说 这批商品必须要追回来 一天都不能耽搁 坐 什么事 什么事那么着急 今天上午 我查了一下七七厂的账 总共剩下不到三万块钱 要应付马上开始的退款退货 这点钱远远不够啊 是 我和王书记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您放心吧 我放不了心 你们想什么办法呢 我们想通过村民们集资 毕竟七七厂属于村集体的企业 相信通过大家的力量 可以渡过难关 作为股东 我不同意贸然集资 村民们好不容易 靠开客栈挣到一点点的钱 不能因为七七厂的经营不善 就拿村民的钱来赌窟窿 我不同意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想把七七厂转租出去 转给更大的企业 这样我们就可以甩掉这个包袱 转租 那就好 我给大家看 我们 sempre看